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說佛禪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人有三衰六旺 人其實在一個衰運轉到一個好運的期間 那幾年真的很混沌 很糟糕的 那時候蘇文峰說轉運那幾年運運惡惡 很混亂,什麼都不順心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算是安慰人的心態呢? 因為一個人要經歷很多糟糕的事情 你才懂得改變 我那時候轉運之前 生意失敗,破產 在網絡有人認識之前 都是混混惡惡熬了十年八年 我怕人們經歷那個時間 但你根本是忍受不了自己在這裡 譬如轉行 或者是不想做人 有些人是捱不住的 我們說一下轉運之前 有什麼前兆、有什麼先兆 還有說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轉運 最實際當然是做好事 但他有一些方法也不一定是 要研究一下 但我認為做善事是最直接 有數得計算的 我做完個人 我們解釋一下網友的問題 然後去到我們的話題 他們的問題很多都可以幫到你啟發 譬如有人說 多謝我訪問保錡 聽完之後覺得他很正面 他是很正面的 不過他的形象可能是年輕 有些人說像MK 令你覺得他沒有了道 他是有了道 不然我怎會跟他說佛禪 譬如有一個人在這裡說 這個又… 這樣說 他說伍仔 死藤水有沒有聽過 是不是真的 我相信 但我聽過當時聽 MC 人說 他說你是不是有些 你覺得一定是真實的 拿來試一下 是真實的 他說如果不是隨便給了別的毒蘑菇 你懂得分嗎 你不會分 他很簡單而已 保錡也有說 靈魂和肉身分開 保錡跑步的時候 跑了三十多公里開始 就有那種靈魂和肉身分離的感覺 我還說 禪定也能做得到 是的 你突然被人嚇一嚇 也有的 靈魂和肉身分離的感覺 那時候不是說少林寺那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大師要一個徒弟 今天突然間… 要你覺悟 要你分開靈魂和肉身 無理取鬧他 突然間那個人好像… 跳後了一步 為何會這樣 無端端有一個突如其來的反應 或者說少林寺那些 那些人突然無憎 突然打你一鑊 這個人就不知為什麼 感受到靈魂和肉身分開了 真的有這樣的說法 他就是把那些東西分開 但是問題是那些死藤水 是不是真的死藤水才行 會不會是混了別的東西 被你騙了 上了太空 那些人不用吃這些東西 真的 你修煉就會有的 你作為跑步 跑步都可以感受到那種凍蟬 要不要吃這些額外的東西 另外 有人說他每次跟閨脈吐槽完 身心得到釋放 更得到對方的精神上支持 是不是有違佛學的精神呢 不是有違佛學 你是不到的境界 你要吐槽 你得到釋放 那你是不是永恆呢 你下次不開心 你再找閨脈再吐槽 再釋放 其實你這個不是方法 你是想找別人傾訴而已 那你說吐槽當然是說一些 可能是惡口 或者是說一些 說一些壞話 或者是說他不對 然後就圍爐取暖 你以為釋放 其實有人支持你 有個閨脈 閨脈 難道是說你不對嗎 有人支持你 學佛就是 連問題也沒有了 知道其實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自己 或者是自己放不下某些執念 那你學佛的意思就是 你啟發到自己 天下間的問題也不是問題 那就比較實際一點 你說要找一個人 去傾訴吐槽 那個閨脈不在你身邊 那怎麼辦 可能有人飛去旅行那種 但是人真的有生離死別 越有陰情緣絕 他移了文 那你怎麼樣 沒有一個閨脈 你很慘啊 那你就真的沒有改變 學佛就是改變你 成為一個好一點的靈魂狀態 不然你跟普通人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私打圍爐 你剛才所說的 是不是 就是閨脈 然後就是圍爐取暖 這個很正常 普通人 我們學佛是 跳出這個人的境界 自己可以解決問題 還可以幫人解決問題 就不是說要找人 去傾訴那種 有些人說 你說要接受自己不完美的事實 聖經也有說 但是如果太多壞事 嚴重不足的話 如何接納自己呢 你要改變才行 不是說我接受自己的問題 接受自己的缺陷 不是說接受自己懶 接受自己壞 接受自己壞 你要走八正道 向正那方面而行 你再出現了什麼問題 譬如 我的接受是五仔先天手腕 那一節骨是有些事的 用不了壓力的 我是接受自己這一方面的 但是我也有加強訓練 就不是說自己做過什麼壞事 然後接受那種 人是要修正自己的 在佛學裏面的修正 譬如你打坐的時候 修正自己的姿勢 連小小事都修正 接受還接受 修正還修正 你接受自己 不是李嘉誠接受自己 不是陳冠A那種接受 樣子沒有他那麼帥 沒有他那麼有錢 那種接受 就不是說 我是懶的 我生出來懶的 你都未去到那個去標籤化 標籤了你自己 我是一個懶人 另外一個英文說得很差的人 我標籤自己走路走路 很多東西標籤自己 其實學法就要撕這些標籤 接受還接受 修正還修正 另外有人說 到你做完好人好事 感覺良好一點 有人就笑你 是不是讀了自信增值班 所以人很多精神奈耗 都跟人有關 都是那句不要賴別人 我又不覺得 是不是讀了自信增值班 那又如何呢 真的不用理人 他人即地獄 不適合嘴型 是不是是不是 就不是 學佛又何止自信增值班 功德無量增值班 你作為凡人和人聊天 你可能還會覺得被人笑 覺得被人罵 覺得這樣覺得那樣 你去到一個境界 為什麼有些人說學完佛 有些人馬上收到柯羅漢的境界 也不用再回來和你們 我經常有句說 什麼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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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坐在一台 痴痴呆呆 大家都還沒覺悟 大家說完吹爛水 都不知道做什麼 當你啟了靈 覺悟了之後 你可能聽五仔說話 或者聽到一些比較高齡一點 不是說年紀 比較高的靈魂說話的時候 你就明白他在說什麼 不然你覺得和眾生和朋友聊天 已經覺得很爽 我就是要這些 你攤上一條數就知道 你這個年紀不斷轉 你的人又不斷改變 學法就很棒 沒有什麼年齡之分 幾歲覺悟就幾歲 就已經修成證果 幾十歲都可以 立地成佛 一直都說是 現在你還是要怕 跟人有關的精神內耗 就還沒到那個境界 不用管 另外有網友 這個我又要解答他 他說最近在街上 同一族品種的蝴蝶寫 在路上有兩隻被人踩扁了 有一隻比較完整 他拿張紙輕輕包著 撿起放在花槽裡面 希望肉身不要被人踩爛 他說其實他這個做法有沒有錯 他說因為路上舉動的時候 很多人都對他有異樣的目光 你需要問別人怎麼看 沒有說錯還是對的 你求什麼 你只是聽了吳仔說 把這些東西包了 然後讓蝴蝶姐姐投胎 然後回來做你老婆 不是這樣吧 你想什麼 其實沒有說錯還是對的 你自己做了 你覺得心安理得就行 你問我有沒有功德 我摩大師上身回答你 毫無功德 你問我有沒有功德 毫無功德 但是做得對不對 沒有對和錯的 你想做就做 舒服就行 你需要理人怎麼看 有什麼理人怎麼看 有人暈倒在馬路中心 然後走過去先生有沒有事 然後幫他報警 然後一堆人在旁邊 指指點 有人暈倒 那怎麼辦 有人跟著有人拍片 那怎麼辦 不用理人怎麼看 是的 我們這些都已經過了 那些境界了 我們學上台表演 被人看 沒有人看你就很失敗 我想我們有一個捷徑 離開了 別人發出來的那種力氣 還有 有什麼所謂 這些又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撿了一隻蟲而已 主要來說撿了一隻蝴蝶而已 除非你想得到一個答案 對呀 將來你一定會怎麼行大運 沒有的 沒有這些事 真的沒有的 有都不是這樣說給你聽 你問我就沒有了 不問反而還有 對呀 你自己心安理得 將來有什麼好運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用 但你問完之後 對呀 一定好 中樂彩 你一定不中 是的 你有空看看達摩大師那部電影 都挺啟發到大家的心性 好 很多的問題 其實都關乎人的運氣 自己在人生上做得好不好 你的運氣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苦命 但其實眾生皆苦 眾生皆苦 想過得好一些就要轉運 轉運的時間有什麼徵兆 不知道你有沒有共鳴 我自己就經歷過兩次 一次就是物物做物物做 什麼都做 然後突然間 第一次就在十幾年前 在網絡上爆紅 然後就一直都是這樣 然後就是生意失敗 沒有錢 走投無路 然後就 告訴大家 我拍攝這些影片之前 要不去遲生子做保安 要不去送外賣 送外賣的時候 拍片上網問人 是不是五萬元一個月 做外賣 然後有人看 我又是拼命 勿勿做 勿勿做 做到今時今日 因為都頗不好運 在你入運的時候 都頗混亂 看看有什麼 轉運的前兆 看看你們會不會轉運 第一 他有時候覺得有些人 他的事業很好 家庭美滿 但有些人生活很不堪 他問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人的運勢有差別 人當然有分別 同一份工作也有幸運 但有些人不幸運 是不是 要時來運到 那會怎樣 那真的是 蘇文峰說 感情變化 住屋變化 金錢變化 變化是什麼意思 先說這個 就是說 感情變化 要不就是沒有拖拍變有拖拍 要不就是有拖拍變分手 要不就是變結婚 結婚又生兒子 這些全部都是感情變化 就是本身你是夫妻 就變了爸爸媽媽 兩個人一起 然後又分手 轉運我也經歷過這些 分手 搬屋 轉工 這些 是好東西 人不改變 你現有的處境 你怎麼會跳去另一個地方 所以有些人很怕變 人是一個很要有安全感的動物 每次去那裡都是吃A餐 每次都是喝過一杯東西 動檸茶小甜 其實這是安全感的 說到住的地方 會改變 因為改變了地方之後 你的視野就會變化了 也有些人會從沒有接觸人變化 接觸很多人 就像我那時候是自閉的 走下去深水埗做生意 天天就跟人聊天 天天就對人 這也是一個大改變 總之有改變就是轉運的開始 轉一下轉一下就會好起來 如果有些好的方向就是 有沒有聽過搬屋的話 大屋搬小屋就不見一羅谷 最好就是小屋搬大屋 你由環境差搬去環境好 住的地方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自己以前在大埔有間屋 風水很好 我和妹妹的命都很好 我父母也很好 我養氣好就很好 那時候真的去旺角看風水 我都未見過這麼小的屋子 走進去就想把床 床後面就有窗 到門就衝窗 還要沒有間隔 你還要付錢 我還要給你錢 我和妹妹的命都很好 我看風水 我都不好意思收拒 十多年前 環境很重要 接觸大自然差極有限 但如果你在石屎森林 例如旺角住的劏房 省錢搬屋好 那個地方好 人的磁場就會變好 變強 運勢就自然會上升 另外做事的環境也有改變 我每次轉運都改變得不得了 例如第一次轉大運 由電視電影轉去做網絡 有網絡影像的時候 就有五仔 我是第一代元祖的網絡人 那就轉了 完全轉了環境 那些人 我們講過一段影片 你成世沒有發達的人 成世做死一份工作 沒有發達 幫人打工成世 默默耕耕耘 又不會進修自己 這樣不行 跟新界隻牛都沒有分別 他不會耕耕阿田發達 工作的環境轉變 由差的單位轉到好的單位 你就會有改變 人工的提升 工作的內容 接觸的同事都會變 同事會由很難相處 變得多好相處 工作更順心 自然心情美滿 這樣說 我從不接觸人到接觸人那段時間 那些人對我都是很友善的 就不是像我年輕的時候 入世未深接觸那些人 真是烏煙瘴氣 下去酒吧又說要打架 又說壞事 又求氣 那些要遠離苦地 你懂得遠離苦地 已經是行運的一半 連接觸不好的人 那些人經常說 那些朋友怎樣笑 又有聲聲 所以五仔經常說要遠離人群 他真是癡癡呆呆坐在一台 不要跟那些... 他會影響到你的 盡量識小過 不行的 生活當中要有這樣的 有人問我如果你在職場 五仔有什麼意見給你 我說我沒有的 我在工作地方都是被人杯葛 因為我根本不會跟他們一起吃飯 我不會跟他們說廢話 我又不會巴結那些人 然後我就知道自己根本不適合做事 我適合自己做事 或者我做大哥去領軍 如果你打工 你是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只不過我覺得是 你的能力擺錯了位 擺錯了位 當然當中我做一些禪定 或者做一些禪修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什麼是適合自己 什麼是不適合自己 這些要靜下來才知道 如果你天天都趕著上班 下班就去麻醉我爸 喝東西 又是跟那些人 或者跟其他人 我覺得有很多人說運氣不好 你整個圈子都要改掉 家裡可能不能改 朋友和同事都可以改 新的一年又可以轉運 就是轉工 轉朋友 找一些有學識 就像我那時候 如果我不是死馬 Ivan Sir 我想 我不會懂得用錢 我不會懂得用錢 老實說 我這樣說 比如 一一 你們上班 比如 你人均收入 一萬九元 Ivan Sir 教我開戶口 去銀行 那裡有四點幾厘新資金 叫我帶我去 搞搞搞搞搞 搞搞搞搞 基本上坐幾個小時 那裡已經是 等於人家幾個月的工資 所以你要轉財運 就是要認識一些 認識得理財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 然後有些朋友 原來我認識Ivan Sir 那位朋友也認識Ivan 但是 他們是不知道Ivan 懂得搞這些錢的事情 然後說是可以的嗎 可以的嗎 根本上你身邊很多寶 在這裡 我就這樣說 誰是Ivan Sir 我們做財經的台 那個人 就是近朱者赤 近墨者赤 基本上 對不對 所以你要轉運 就要轉人墨 轉你的交際圈 是 另外 哦 一個人的胃口也會改變 一個人轉運 我也是 我吃東西吃得很清淡 吃得不像以前那樣 我以前二十多歲年輕的時候 我可以抱著桶薯片睡覺 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不是養生的 真的是萬聖自殺的 當你這個人懂得去保養自己 你就轉運了 你還想著去哪裏放題 哪裏吃自助餐 根本上你貪心 那個貪欲都不足 很多人還覺得吃自助餐是正的 我相信有些網友 我一天有幾萬人聽我 還會有人覺得自助餐正的 好像我那次問朋友 去哪裏吃飯好嗎 介紹 他說我是你 去酒店吃泡妃 都不適合商量 哈哈哈 是不是 真的不適合 真的不適合商量 有什麼沒得吃 只是你付錢 為何要 堅持到自己肚滿腸肥呢 是不是 這個吃飯 飲食方面的改變 都是一個很好的轉運方法 做運動令人身材又漂亮 你有這些口福 吃好的東西 吃營養的東西 學營養學 我覺得你真的轉運了 根本上你平時吃很多蔬菜 你身體有一點毛病不舒服 都好像藥 幫你治療自己 到晚年的腹部 都不會差得去哪裏 如果你懂得自己治療自己 真的 這個 知識改變命運 你無知的 對世界 你天天在吃公仔麵 真的 什麼都有你份 不是跟你開玩笑 午餐肉 炒蛋 那些 最喜歡吃白麵包 整個A餐出來了 就是這樣 轉運就是轉你的腦部的軟件 轉你的想法 如果不是就糟糕了 另外 行善積福 就是轉運的最好方法 我真的可以和你們分享 那時候 我真的沒有做到 睜大眼睛 起床真的不知道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是說今天 是說未來的所有日子 整個月都沒有電話打來 就沒有公開 那我怎麼做呢 就學佛了 去摘泡 去摘泡坐 吃飯 去摘泡寫劇本 你做一些行善積德的東西 你就轉運 那時候我記得 有做一些環保的回收 有試過去一些地方撿垃圾 撿垃圾去清潔那個地方 隨緣 看到有些蝸牛在路邊 就把他拔回到草地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你說對那個 就是這樣說 剛才說什麼 食齋 做剛才做的事情 跟事業有沒有關係 你看不到那個關係 但是那個關係實在是存在的 因為我真的轉運了 我是用一個得了的人的答案 告訴你 我是一個板 有些人說不關事 有些人介紹 說一聽五仔的佛禪 有些人說 他這些老生常談 所有人都懂得說 懂得說你懂得做 如果你抗拒 很嚴重 因為我們講善知識 講正能量 正道 如果你抗拒 代表你都偏了 如果你對的 你會覺得對聽 但是你覺得那些 你說的那裡是 有什麼哪裡是 李嘉誠也先蓋上池山紙 大樓也不知捐多少錢 有錢那個做你不相信 五仔那個做你又看不起 你自己不做 或者運氣不好 你根本 有些人是說不聽的 自怨自艾 出生不好 所以我有一個主題 就是講一個出生很差的人 大家都是公屋出生 我就不算是什麼 他就直接做了國際結清 華人結出青年 怎會不行 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機會 只要你肯做就可以 另外呢 講到說 如果你的人運氣差 你家裡那些花花草草 養魚 鳥 都會沒什麼生機 會容易死的 容易是 雕謝 那些花花草草 但是如果你家裡那些植物 茂盛 突然間又開枝散葉 盛開花草 那些貓狗健康呢 那因為你那些能量氣場都挺好的 那代表你的運氣就越來越好 那另外講到 知識改變命運 你思維開闊了 那你就會 你就會越來越好運了 那譬如你又要開眼界 多些走出去 去一下周圍見一下世面 那無論是讀書 和是旅行 其實都叫做開闊你的視野 那體會更多人生的道理 人生的真諦 那你就可以 再掌握到自己的命多些 那 他說 就 有些比較迷信那些 就說 又要加八字 又說怕這些 我自己覺得 學佛呢 就超出三界 不在五行中 這一方面 迷信 就可以 雖然我有說這些 但是 你問我有沒有檢查這些 沒有的 我要檢查起來 我可以很狼死的 我看到車牌 我就能起到一個掛 但如果我真的這樣 我就脫離了佛道 你已經是 學佛的 我不用管這些 我隨便 他來什麼 我都可以是 都可以是 幸運 來的 就算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都是一個警示 都是一個提點 我今天還可以開麥克風 還可以跟你說 也不是那麼嚴重 但是有些人 打萬字文給我 都會覺得 哎呀 我很不開心 又很差 又說很苦命 我也不知道你有什麼苦命 你如果真的生於烏克蘭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搞 一個飛彈炸過來 人真的要放眼 世界 視野太窄了 有好的事情 你都不會珍惜 你都以為是不好的 另外 氣息變好 氣息變好 不好運的時候 樣子好像很累 經常失眠 沒辦法投入工作 自然做事也做得不好 精神足是很重要的 剛才說了一個轉運 總之轉運的時候 都會很差 各方面都很差 轉運要怎麼做呢 有什麼方法呢 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方法 我如果潛心修幸那一段時間 我會剷光頭 有些人說 剛才為什麼有些相像和尚 我真的正在修幸 那個人很穩定 無論我做運動有時候 如果很狼死的時候 我都會剷到陸軍裝 剷軍頭或者剷和尚頭 因為三千帆老師 但如果普通人 女生是否要剷光頭 當然不是 換個髮型 剪頭髮 換個髮色 也好 轉運 當然 如果你轉髮色 你配合五行也好 配合皮膚 究竟哪一種顏色 別人看得到你精神 自然 讚你美女 你也覺得夠好運 對吧 難道走出來 別人不看得到你 看得到你 也不想看得到你 那就好嗎 但我又不建議 那些人挖眾取寵 以前在街上 那時候上班 見很多人 是醜人多八怪的 樣子是普通的 有些人玩到頭 五十六都有 但求有修士 就不管是好還是醜 覺得你是奇怪 看得到你 很多人不是覺得你帥 但他寧願要那些 當然不太好 在形象方面 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剛才說 知識改變命運 如果這個形象做得不好 都很難說有運行 最多看一看你 然後就標籤了你 甚至 Taste很重要 另外 有人說 綠有葉洗澡 有些人說 用一些艾草 或者一些草本的洗澡液 我可以這樣說 越接近大自然就越好 現在你用太多 化學的東西就不太好 用化學的東西就不太好 洗澡也是改運的 天天洗澡這個很重要 洗澡的時候 洗走一些壞氣 但就說你那些 什麼負離子 從水那裡帶走 所以洗澡的人特別精神 你的身體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可以在水那裡帶走 不是乾淨 這麼簡單 有些看不到的能量都可以帶走 有些說 配戴吉祥物 開光的那樣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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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我便隨完 之前有人送過一條天珠給我 不知道是誰送的 那時候開店 那是誰的 我問你是老闆 就給你了 那時候我帶著了 那時候有條天珠 那時候 那時候 後來也沒有帶 後來也沒有帶 但是帶著那時候是有學佛的 學到差不多 那時候 那時候 疫情 人潔癖到 覺得 那條豬又不會天天洗 會不會有病毒 那沒有帶開又沒有帶 都可以帶一下 這些東西 帶一下 但就不要迷信 又不要帶一些有攻擊性的 那些 即是有人戴皮丘 戴皮丘 說橫財皮丘 傻的 皮丘是雙己在雙人的 你走去跟人拼命過大海 戴皮丘可以 但是你都會輸的 你自己都會被他吸氣 如果說風水那一部分 那我們學佛的當然是 有那些神像 我自己 我試過買過一個佛頭 就是放在那裡 有時候看著就有種感覺 只不過是 讓你記得 你自己有個信仰 即是我們 有什麼搞不定 在佛學裡面 可以找到答案 就不是說 我拜佛頭 然後佛頭給我能量 不是的 這樣就拜錯了 不是這樣拜的 那些飾物 那些佛像 其實是一個讓你記得 在人世間還有一種智慧 是超越人類 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另外有人說 曬多些太陽 曬多些太陽 曬多些太陽也是好的 曬多些太陽很重要 曬十五分鐘一天 那些人就朝氣勃勃一些 還有就是 時時打掃一下家 阿希希最厲害的 他說你家裡不整齊 你都沒有運行 真的留給他 這方面的責任 很好 我覺得他真的 打掃乾淨 另外 警徐心轉 你要有一個 改變自己的想法 我見很多人問我問題 都是心態的問題 搞到自己好像很差 警徐心轉 記住 另外 提高自己的能力 提高自己的價值 那就是 經常都想著自己不行 不行 你等級1 當然不行 打大佬要等級10 資源增值 一定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 另外 去學習 你所謂的好運是什麼 都是情財子錄 講感情 講金錢 講兒子口口信 講名氣 你想哪裏得到成就 找一些知識回來 去創造一些商機 創造一些財富 等運到 這樣就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六合彩只有一個小時 對不對 你都可以買一下 但是 不要擺心在賭錢 擺心在橫財上面 因為你 通常這些都不會說 大富大貴的 另外看看 正面積極的心態 保持樂觀 向好的方面想 另外 認識別人 認識一些 好的人 遠離一些壞的人 注重身體健康 剛才講過 多學習開拓視野 增加智慧 想再快一點 現在不行 很運氣 或者想打人 接觸大自然 吸收新鮮的空氣 放鬆心情 調節呼吸 觀自在 觀呼吸 觀察內心 觀察世間的聲音 觀者呼吸也很重要 有些甚至在家裡 點一下香氛蠟燭 改變氣氛 不知道你行不行 因為有些人 便不行 因為我便不行 因為我在家裡 點燃燒的東西 我怕燃燒 如果不喜歡 就不要硬做 有些東西很棒 很簡單 喝杯熱茶 喝杯熱水 便可以平靜內心 增加自己當時的狀態 喝杯熱水也可以 有些人說 那些人喜歡笑人 說 女朋友有什麼事 喝杯熱水 是不是病 喝杯熱水 真的可以 日本有個叫白湯療法 白湯療法 就是喝熱水可以 治療很多問題 你個人調節自律神經 好 另外 自己的態度方面 你想轉運 有一件事很重要 謹言慎行 注意自己的言論和行為 不要冒犯他人 是啊 不要冒犯別人 沉默事今也有教你 許冠傑 另外 保持著平和的心態 如果擔心和焦慮 便沒有運行 一定是很放鬆的狀態 另外 積極尋求改變 和尋求進步的機會 就不是說等人 不如這樣跟著他 好像我的朋友 謝婷婷 經常說 溝不到女兒 我就教了他 你出去那些什麼會 什麼會 學一下烹飪 大把賢妻娘母 有車也有 說了給他聽 他都不做 那你成輩就做寡人 哈哈 他真的 經常說 工作溝不到女兒 神經的 那你工作溝不到女兒 在這裏磨磨 磨完 你的工友是男人 都不會變成美女 然後叫他做的事情 他又不會去做 那就浪費鬼氣 是的 但是如果好運變壞運 那又怎樣 好運變壞運 就是經常 愈挫折愈困難 所有事情都是不好的 經常病 受傷 做事又不順 但是這些都是短期的 改變了心態 都沒有什麼事 但是說我感情變化 可能會經歷分手 和失戀的 不過我這樣說 那個也未必跟你走到最後 分手也未必是壞事 我人生當中 這個就不分手 現在那個 之前那些全部都分手 但是分手不是壞事 真的不是壞事 比你住一個更加對的人 有些人經常在這裏 苟前不休 跟一段不好的關係 傻到就是 直接是紅杏出場的女方 都是這樣 那些男人 做什麼呢 現在 整個世界有七十多億人 這麼多女人 又是要那個 我經常都說那些男人 是自己 轉入牛角尖 主要來說就是沒有課 男人很實際 你說多愛多愛那個女人 我又不相信 你閉上眼想一個女神 周慧敏也好 三上游也好 那個女神在你身邊 你連媽媽是姓什麼 你都不記得 基本上自己就沒有那個 那個 顏色的圈子可以逃脫 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這個是我的 沒有東西是你的 這個世界 連那個肉身都不是你的 你的肉身要怎樣變化 你都改變不了 你明白這件事 你就知道 連自己的肉身 你都管不住 他人的肉身 你長期是沒有辦法 可以佔有的 你改變了心態之後 天下間沒有一樣東西 可以傷害到你 你慢慢有這種無敵的心態 你在人世間 你就很順 如果不是 其實你在走好運 你一樣覺得自己在走衰運 就等於香港一個這麼繁榮的城市 有飽飯吃 有衣服穿 總之衣食無憂 香港人就是衣食無憂 但一樣就會想左想右 說到很不開心 你說多不珍惜你的福氣 你現在這樣都說是不開心 如果他早有一天再輪迴 再投胎的時候 就讓你知道什麼叫做 人世間的苦放 你就真的後悔了 你想想這件事 如果要去到那個位置 也沒辦法 但是我知道那個實相 應該不會的 我們也導很多人去 向一個正面的方向 就不會令你脫離那種煩惱 不會反而煩惱了 學佛最好就是 聽完之後 原來舒服了 原來這樣便舒服了 簡單 你的生活簡單 就不是說 你聽到有些又說 是宗教 然後又教你不知幾點 又要向著哪裡拜 又要怎樣 又要怎樣 令你更煩惱了 說佛的人多 但是真的有用 不是說錯的經 說錯的東西給你聽的人少 我剛才說完 也是跟你解決了心結 有些不是的 你的結本身已經在 有些還教你 倒些天拿水下去 又這樣又這樣 搞到整個結 原本一個結 就結到更大 變成一個死結 就解不開 自己想想 其實很簡單 做人不用搞到很複雜 我們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學到 舒舒服服平平安安 下次再見 拜拜